在龙凤公所住的这个阮书里面 天仙玉女陛下援君传 里面有说到一条故事 就是这个有一天呢 这个眼王夫人跟他的夫君东斯布君 因触犯天条而被贬在这个泰山下 一天呢正逢援君经过 畅聊之后呢援君便沉沉的睡去 眼王夫人呢看见援君这样睡去之后呢 便想帮他解上退衣 但是一摸到援君的腰带呢 马上这个寒气深化 从眼王夫人的头部呢 就灌入了这个寒气 那眼王夫人的眼窝呢 马上就流出了一些血水 那这个血水呢就从黑转为红 甚至到这个明亮的这个水的这个颜色 眼王夫人的双眼重获光明 那眼王夫人知道这是援君所谓 从此便发愿陪侍在援君身旁 只要有人礼敬援君呢 或祈求治愈眼睛呢 那眼王夫人必当忽持